這是一個惠客區域 這邊是我們的一個洗衣區域 到二樓去看一下 從客廳開始看 這是一個很寬敞採光非常好的一個惠客區域 可以看到有兩扇大的落地窗 這邊是被做成了一個書房 書房可以看到自家的小花園 非常的歲月靜好 安倍的大幢 到了我們非常可愛的兒童房 同樣從兒童房下面也可以看到咱們的 自己的這麼一個小花園 也可以看到鄰居家 還做了一些兒童遊樂的設施 好我們再上一層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層的條高非常高 所以說空間感和採光都非常好 非常的通透 這邊還有另外一間卧室 這套是朝向小區內部的道路 也非常的安靜和漂亮 值得一提的是它這個垃圾收集系統 是非常環保的 你不用自己在家裡做分類 把垃圾帶下去 它會統一進行收集 可以看到採光非常好 不開燈的話現在冬天陰天 採光也非常自然 到了這一層呢 也是有兩間房間 是我們的主臥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主臥有個非常通透的大陽台 可以看到整個小區的風貌 然後主臥的話可以放上一張 King size的床 可以看到空間還是非常夠的 這邊還可以再放一個櫃子 梳妝台 然後這邊是主婦們超愛的 步入室的一個更衣室 做了滿滿的兩面牆的大衣櫃 都是給您裝好了燈袋 然後這個步入室的更衣間 它同樣也有窗戶 採光非常好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戴天窗的一個 您靠內的一個洗手間 非常的寬敞 這是另外一間臥室 也有這樣一面牆的一個 衣櫥 一個淋浴 同樣可以看到整個小區的景色 非常寬敞的另外一間臥室 好了這就是我們這個房子的全貌 好了這就是我們這個房子的全貌 我們這個房子的全貌